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帶來一起呢 九尾狐的更新資訊 而且還有新種族的更新資訊 放心 我都已經幫大家翻譯好了 但是可能翻譯的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去看吧 那首先我們先來到作者的推特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之前發布的是這張九尾的圖 然後 在11月25號的時候 他發布了一張另外一張圖 感覺像是一個技能 4000多的傷害 然後這裡好像還有兩個日文字 很小 不知道什麼字 我是不知道這是什麼字啊 然後我們再看 他這個21個小時前發布的 這感覺應該是九尾狐的技能的能量條吧 但是具體是什麼 我也猜測不出來 然後繼續看他17個小時前發布的 就是作者拿著一個九尾狐 應該是吧 然後這個背後還背著一個三叉戟 這個九尾狐果實真好看耶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好想趕快買喔 那作者發布的就是大致上就是這些 那這張圖應該是九尾狐的技能 然後以及他的價格 那他的技能我就不做分析了 然後這張圖的可信度高不高 我也不清楚 大家還是看實際果實出來之後 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繼續看 我覺得最重要的資訊吧 新種族的資訊 那這個新種族的資訊 我已經幫大家整理好對話了 那這些對話應該是 作者還有工作人員 還有一些知名的YouTuber的對話 然後作者透露一些更新資訊給這個YouTuber 那這些對話以及翻譯 我都幫大家就是簡單翻譯了 但是可能翻譯的不對或者是有錯誤 但是我覺得聰明的你們應該一看就 懂大概的意思了 那我們就一張一張對話圖慢慢看 那這是第一張圖 第一張對話圖 然後我們直接看翻譯過後的 然後他就問他說明天更新嗎 然後他就說明天不更新 作者就說明天不更新 然後他就問說什麼時候更新 那這個影片應該是兩天前的 也就是說他是兩天前問的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張圖 然後下一張圖我們一樣直接看中文的 然後就是什麼時候更新 然後什麼推特上回答 然後這邊有說到什麼神殿的 烏佐斯神殿 很神秘啊 我們這裡繼續看下一張圖 然後直接看中文的吧 神殿然後離這裡很遠 感覺這張圖沒有什麼重點 他的重點就是最下面那邊有一個狐狸 還有一個神色 還有一個藍色的球 這個藍色的球應該是月亮吧 滿月 狐狸 神色 滿月 這個應該是重點 這個應該是重點 然後這個是下一張圖 然後看一下中文的 他說在時間的舞蹈 什麼什麼 八八八八八八八 然後七個太陽 還有雙月的頂峰之間 反正就是一個類似謎語吧 你所尋求的時間之謎 應該是新種族的謎題之類的 不知道 只能猜測了 那繼續看吧 這個對話他好像是問他說 新種族問號 還有說什麼神聖軍團 什麼剛剛看到我 看不太懂 繼續看下一張圖吧 下一張圖就是他說 新種族問號 然後 什麼看到他 然後什麼寺廟的 也是看不太懂 繼續看下一張圖吧 這張圖有說什麼寺廟是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他還問他說 五檔會推出嗎 然後他問他 作者問他說那是什麼 就像汽車的第五檔一樣 這個是美式消化嗎 應該是吧 那 我們繼續看下一張圖 然後 他就問他說橡膠是否需要重做 然後他 作者就說已經這樣做了 然後他就問他說這個 這個應該是救衛狐果實 有點擊能力嗎 然後他說是的 點擊能力應該就是像爆果那種吧 爆果啊 萌馬相啊那種 變身的然後可以普攻 然後他問他說會有新的BOSS嗎 然後他說不是BOSS 而是新的事件 然後繼續看下一張圖 這邊又問他說 感恩活動問號 然後他作者就說太晚 然後會有新的 這是武裝社的意思嗎 然後作者說是的 然後他問他說什麼 真補者 霸氣怎麼樣 這什麼鬼玩意啊 大家可以猜測一下 我是看不太懂啊 那繼續往下看吧 作者就回答一句話 什麼需要幫忙 需要幫助 差勢 什麼意思啊 不太懂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月亮的圖 那大家可以去猜測一下 前面那個謎語 什麼七個月亮還是七個太陽的 可以自己去猜測一下 那最後我們再回到遊戲裡面 然後來到這個可可島 可可島這邊有一個時鐘 感覺這個時鐘跟這個 種族謎體可能有一點關係 但是也有可能完全沒有關係 就單純來這邊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猜測一下 這邊還有三個小房間 蠻特別 然後來到這個拐上島 這個中間有一個很像時鐘的東西 但是感覺這個跟那個時間應該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最後我們再去這個大樹吧 然後去時間神殿 那順便教大家怎麼飛到這個大樹上面 就往上飛 然後拉到第一人稱 拉到最近 然後你一直往上飛 就可以飛到上面了 就不會有那個空氣場的問題 然後這個時間神殿是什麼 我就不解釋啦 反正 如果你要解P式的人 你就會懂 我們就來這個時間神殿裡面看一下吧 看一下能不能發現什麼 感覺進來這個裡面 這個腳步聲都有回音 而且還有那個小小聲的時鐘聲 然後這裡有六個 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邊有兩個 然後這邊也有兩個 這邊也有兩個 總共有六個 就是六個種族的門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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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六個種族 然後我們往裡面走吧 爬上這個樓梯 直接爬上去 看一下這個 換齒輪的地方 有那個時鐘的聲音 滴答滴答滴答的 這個 這邊有兔子 這什麼啊 一隻鳥 這什麼種族啊 看一下旁邊 喔我懂了 這是天使 喔 這個後面還有一個綠色的 這不會就是 新種族要放的地方吧 相當有可能啊 我覺得是相當有可能 這就是時間神殿啊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這個武器吧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這個武器吧 這個武器就是 作者拿周衛胡果石的那張 照片裡面的武器 好像叫做龍三叉戟 很帥的一把武器啊 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喔這個技能很華麗耶 喔這個AK是更華麗 看得出來作者是相當的偏心啊 這個比很多稀有的武器還要 特效還要更華麗 也證明了作者是相當的偏心啊 那這也是非常不錯的武器啊 那我們今天這期 九尾胡果石還有新種族的 更新預測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